你 音子 你怎么了 不是去旅行吗 干吗这么严肃啊 没有 这不是要看依菲的演出了吗 我现在又有点紧张 又有点兴奋 音子 你那包里放的什么呀 包那么行 给你带了吃的 忘了给你们了 拿来吃吧 水条归我了 不行 一会儿到了江州 我就可以给她了 谁都不许吃 留给依菲的 你们说 依菲忙着排练那么忙 我们去会不会打扰她呀 等她演出结束呗 那要是找不到依菲呢 什么叫找不到依菲啊 她演出结束以后 我们肯定能见面的呀 再说了 我们这次去江州 不就是为了见她吗 我们这次去江州 放心吧 您肯定能够见到她的 对 我其实都没有想到 这次毕业旅行 咱们六个能凑到一块 江医也回来了 一会儿也能见到依菲 真好 可要是旅途的终点 不是你想象的没有 你出了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正好 我也有话跟你说 我有事 那你先说吧 还有一个星期 你就要去北京了 那在这之前 有一件事 必须得跟你说清楚 好啊 好啊 那你先说吧 我听着 两个月之前 我自己跑去了英国 可是要是知道 我走了以后 过得这么不好 当初我说什么 也不会离开的 没关系 反正你现在也回来了 我们两个 可以重新选择一次 重新选择 嗯 你回来了以后 我想了很多 我想到了一个 可以不让我们两个 分开的办法 蒋一 如果你这次不走了 你跟我一起去北京吧 我们两个 已经选错一次了 这一次 我们不要再选错了 我们也不要再分开了 是啊 我明白 我也想跟你一块去北京 但其实这中间 发生了好多事 你都不知道了 所以在去之前呢 我得跟你说清楚 你 你要说什么 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 我 我 等一下 你确定你要说的是 我想要听的吗 你可能不想听 但是我必须得说 庸泽 如果你想拒绝我的话 麻烦等旅行结束以后 你再说 我现在不想听这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